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看完这个电影了 我觉得感受就我旁边那个男生也哭了 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不是说嚎啕大哭的那种 而是说你心里头它是特别特别揪心的那种痛 然后你明明知道他们处境就很困难 但是你又没法伸手帮助他们 然后就只能彼此他们在电影里头互相的拯救 所以我觉得特别拔 所以是为了谁来看这个片子的 所有 所有的主创就曾公三我也喜欢 一阳千玺我也喜欢 周冬云也喜欢 一阳千玺就完全不像偶像的演技 我觉得彻底颠覆了她的印象 觉得哪个片子的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那个小北把她压到这儿 就说让她喊救命 那一段就特别深刻就哭了 我是为了一阳千玺而来的 一阳千玺我爱你 所以觉得她的演出怎么样了 就是看着就感觉有点像那种皮皮的感觉 但是她其实不是那样 她就是挺好的一个人 特别好看 哭了好几次呢 在哪儿哭了 就电影院 就是片段就是小北被打 每个片段我都会被哭 就感觉心里特别难受 然后就特别感动吧 最感动的就是她把陈念推倒在地说的那句话 什么这什么也不是没脑子不聪明什么 那段话其实我觉得挺感动的 你怎么看待这个电影里的关于校园发的一个题材 反正现在学校里基本都会有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好多学生什么的 会有一个启发吧 给学校或者给孩子都有一个启发 嗯 特别好看 真的因为这种这种题材真的还挺少见的 这个电影还是很值得看 对 最大多少分 大100 不 还是低调一点 80怎么都有80 因为不管从他们的演技还有整个剧情还有就各方面吧 就真的很值得看的一部电影 你有看哭吗 哭必须的 那你的泪点在哪儿 小北推到陈念的那一段就说 我这个人没有未来也没有钱 但是我想要保护一个人 就想给他一个好的结局那里 这肯定是值回票价的 无论是录人还是粉丝 这部电影肯定是很值得的一部电影 嗯 所以是为了谁来看的 一样千行 那做一样千行的粉丝就是等待了三个月吧 觉得值得吗 嗯 实际上来说我等不止三个月 因为从他开始拍的时候我就开始等了 撤档的时候也特别突然 然后再上映的时候也特别突然 就是我们身边所有朋友啊粉丝啊都 就是跟疯了一样嘛 然后去那个宣传啊 就包括我 那觉得小北跟之前他的角色如何 有进步和成长吗 他之前没有演过这种感情戏啊 之前连手都没牵过那种 嗯 然后 而且就是这个导演吧 然后让他拍吻戏的时候 每次都让他挨打 然后我就光顾着哭 我想不起来酸了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又壁咚又吻戏 然后 看了有什么感觉 看了就是孩子终于长大了 我家的猪终于会拱白菜了 那看着他被打呢 是什么感觉 嗯 看着他被打 肯定是很很难受呀 特别难受 挺好看的吗 好看好看 非常好看 然后打多少刷 嗯 95吧 还有一点点进步的空间 你觉得演员的表演如何 我觉得表演非常棒 就是他们就眼神里面 就是他们就眼神里面 就是每一个表情都很有戏 就很投入 就是演得非常棒 哪儿看哭了吗 看哭了我一直在哭 看哭了我一直在哭 就就比如那个时候就是小北说你是第一个问我疼不疼的人 他跟陈彦说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感觉都很戳我就是感觉他们都是黑暗世界里唯一的光 就是他们都是彼此的光那种 嗯 所以怎么看待这个关于校园霸凌的 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棒 因为现在校园欺凌这个真的就还是挺常见的吧 然后我觉得就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采取相应的措施 就是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然后希望世界再无欺凌 谢谢 谢谢